餵 餵 好 因為只有九分鐘 所以我可能會講得非常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會後教的再來找我 然後 大家好 我是那個福智 其實今天是我的分享人 我應該是資歷最淺的 因為我才剛出社會兩年左右 而且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 並不是我正直在做的事情 但是究竟在做什麼 我就直接開始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UBAG二手環保帶循環計畫 是我正在帶領的 喔 一個團隊 我還是在這邊點好了 沒關係 我幫你 好 可以嗎 你先繼續講 等一下會時間 好好 OK 對耶 真的不見了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那個 UBAG的計畫 它會有第二張圖應該是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計畫其實是現在 現階段是直接去找尋商家 我們主要是想要減少 一次性購物塑膠袋的使用 所以我們其實是想要去尋找商家 邀請他們成為 收集大家家裡的二手的紙袋 或是環保袋的一個收集站 然後 捐過去給店家之後 那如果你平常如果去消費 忘記自己帶袋子 然後如果你又不想用塑膠袋 或許你可以選擇使用二手的環保袋 不管是就是不織布袋或是紙袋 對 哎呀我忘記了 第二張應該是我的自我介紹 好 我按嗎還是 好 OK 那我再自我介紹一次 我本名叫郭福智 那我現在在職場上我都是用Messie這個名字 我自己本身的正職呢 其實本來是一位美術設計 然後之前在一個小公司叫做櫃木設計 擔任美術設計做界面網頁 那最近就是這個月才剛進入那個女人名 我沒你的別人去擔任他們的UI設計 那女人名人化它也是一個就是網站品牌去匯集了很多跟女性意識相關的文章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額外除了自己這個正職以外 就是在帶領Ubag團隊在做這個Ubag的計畫 那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們現在對所有人還有店家 就是用這張圖在跟大家溝通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如果你是消費者的話 你其實可以回去家裡去整理你家裡是不是有很多躺著沒有在用的 環保袋或是紙袋這樣子 然後去捐到跟我們有合作的店家 那如果你是店家的話 你其實可以就是擔任一個收集店 然後平常如果有一些客人來消費 你其實可以問他你要不要使用二手袋子 就是減少使用塑膠袋 這麼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Ubag團隊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Ubag團隊誕生其實是三個人在去年的一個 我們去參加一個台大的工作坊 是一個社會創新工作坊 激藏出來的一個簡單的概念 其實後來發現這個概念也沒有 不是很新 就是其實有些店家就在做 比如說可能等一下分享那個 對那個唐青店家就有在做 那只是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那場工作坊相遇之後 放出了這個概念 希望能夠減速 我們就是決定繼續真的去執行這個概念 那因為我們這個團隊 除了我自己本身有正職以外 其實其他人全部都是大學生 所以我們並不是全職創業在做這個計畫 所以其實我們的起步非常的緩慢 但是至少是一直慢慢有進步 那我們從去年年底到目前其實現在是半年多7月 有15家店願意合作 那就是我們慢慢的一個又去找 我們去找就是去說服店家 請他加入我們 然後當作我們的收集站 然後去把袋子提供給客人這樣子 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一剛開始呢 剛好朋友的介紹 在三峽區那邊有談了幾家店 那我們其實希望真的有創造出這種循環的感覺 大家可以捐袋子 在拿袋子 在捐袋子 到不同的店家 都是在同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在三峽一口氣 就是在多談了幾家 在三峽就是有一個這樣子 大概9家10家左右這樣 那也是因為意外的在做這個優費計畫呢 我們有機會 又跟那個比亞灣的部落有連結 因為我們發現袋子呢 真的用處很多 你今天不一定是只要拿到店家去 其實很多比如說是團購好了 或是他們這些小農 有時候他們要賣他們的產品 他們也會需要去買新的袋子 那我們何不就把我們有收集到的袋子 拿去給他 來裝他的那些產品 送到其他人手上 這是蠻有趣的一次經驗 就是我們去收集 跟大家收集各個袋子 然後去裝比亞外的琵琶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說 欸其實很多家店 有一些店也會自己在做 自己收袋子啊 然後自己發帶給客人 那我們的差異化到底在哪邊 所以呢 我們UBAG其實 後來在一日針對三天查 有一個就是很多家 有一個社區化的概念 所以我們另外做了一個叫做 好店串聯搓搓樂的概念 我們去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這些店家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幫他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就是在於 讓在地的那些消費者 可以更認識那些店家 所以今天我在三小 我可能去了一間 有跟我們合作的咖啡廳 他使用了二手的袋子 那他就可以去搓搓樂 然後他可能搓到呢 會是同一個社區 不同店家的禮物 我可能抽到了另外一家店提供的甜點 那我可能就會去那家店去消費 我們會做這個原因 就是也是希望 跟我們合作那些店家 透過跟我們合作 真的可以在那個社區 比如說更有知名度 或是更當地的那些居民 可以有更良好的關係 那也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們在做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也不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然後也不是一個企業 就是一個 五個人組成的一個團隊 那但是有些店家真的很支持我們 就是參與我們這樣子的活動 透過他們的一些影像紀錄 我們也相信 其實雖然說我們什麼都不是 但是我們在做的這件事情 其實或許真的可以造成一些 人與人之間 你原本想像不到的連結 我們當初只是想要推袋子而已 就是大家去使用袋子 沒想到後來又貢出這個計畫 但這個計畫 可能真的有幫助一些店家 跟他們的客人產生更高的黏著度 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一些 裡面的脫脫樂趣 我剛剛提到的 你會抽到別人的 別家店的禮物 其實還有一些是可能是 比如說我抽到的是 我要現在老闆 立刻給我一個誠摯的讚美 或是我抽到的是老闆 現在要給我一個擁抱 那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沒有抽到禮物 因為我們可能邀請店家合作的時候 拿到的贊助沒有這麼多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充滿勵志的小雨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來給大家驚喜 好 那其實講我們前面做了一些事情 還有我們做了剛剛那些行動 其實最困難來挑戰其實就是 我們的核心目標和初衷 因為當你今天不是全職在創業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時間可能就會少更多 那有時候你在做每個決定 你都會想說那做這個決定 這跟我們當初想要做減速 到底有沒有就是有沒有關聯 會不會又偏了 那再來是我們其實沒有錢 或沒有時間去做市場調查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在做計畫 還有做我剛剛講的所謂的那個三峽的 好店串連戳戳論 我們其實都沒有什麼很強大的數據庫 去支持我們說這樣一定是對的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不斷的想到 然後就盡量開始做 然後做下去就是實驗 就當作是在實驗 然後不斷的實驗調整 實驗調整這樣子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過程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做中學然後學中做 我想現場可能有一些人是你本身有一些正直的工作 然後其實你還想做別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就是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我其實我有正直的工作 可是我還在做其他事情 那一定還是會遇到你 就會覺得一天24小時就完全不夠用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帶領這個團隊 繼續在做的過程中 其實是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去行動 就算你的想法可能就是你會覺得它沒有很完備 所以你不敢去行動 其實因為永遠都不會有完美計畫 計畫是趕不上變化的 只要你做了你才會知道說 市場的反應是什麼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調整 然後再來可以幫助你的方式 就是找人幫助你或是指導你 就是這樣可以加速腳步 因為我們這個團隊呢 當初我們開始決定繼續做的時候 我們回去找了我們那個 那個當初工作坊認識的講師來當我們的coach 那有這個人在的話呢 他就可以馬上把你推出去 對 通常你找前面已經有經驗的人來指導你 這樣才不會讓你在做的過程中覺得很慌亂 所以特別要感謝一下我們這個團隊 有一個愛樂活社會企業的 八九張又甫先生在指導我們 最後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事情的話 我覺得團隊的力量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今天你要是一個人想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做一半做一點點 或就會累了 可是當你有一個團隊 有別人跟你一起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可以支持你去做 就是會讓你更有動力想要堅持下去 所以不論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團隊力量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就是今天我九分鐘短短的分享 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 二手環保袋的循環計畫 是覺得支持的可以去我們粉絲團按讚 或是如果你本身有認識店家 覺得這個計畫不錯 想耽誤收集點的話也可以找我 謝謝 謝謝